马太福音23章23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塞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导不行了 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法利塞人不看重有属天价值的事物 只看重有属地价值的事物 只重视外面线上的十一奉献 却忽略了里面的公义、怜悯和信实 薄荷、茴香、芹菜指的都是资兰 是做调味香料用的植物 比喻对最小的出产 法利塞人也严格执行十一奉献 然而这最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 反而他们不看重 其实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也像法利塞人一样呢 我们把教会的传统和习惯 看得比神的话还重要 我们是否定时参加聚会上主日学 守十一奉献 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嫉妒纷争、批评、论断呢 求主帮助我们 弃绝法利塞人的笑 不被形式主义、传统疑问等 挟制了我们的心 让我们竭力追求 并且活出公义、怜悯、信实 这些生命的本质和行为